经常网购的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卖家常常会信誓旦旦地打出支持专柜验货的旗号 来证明出售的商品是真货 那实体专柜真的会为消费者提供验货的服务吗 眼前的美白隔离霜和篮球鞋都是记者在网上购买的 两款商品的卖家都声称产品支持专柜验货 记者首先拿着美白隔离霜来到南京新街口某商场的品牌专柜 以顾客的身份要求验明产品真伪 遭到拒绝后记者又来到新街口的另一家商场的该品牌专柜 同样刚说明来意就遭到了专柜销售人员的拒绝 记者在两家专柜都遭到了拒绝 销售人员表示只对自己专柜出售的商品负责 没有义务给网购商品把关 还有的表示专柜没有授权检验 也没有专专的检验仪器和检验人员 最多只能从外观上大概看一下 但是很多化妆品表面上看都差不多 很难辨别真伪 化妆品如此 其他商品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记者拿着在网上购买的篮球鞋来到运动专柜 这次售货员没有明确拒绝 但是却也不能确定鞋子的真伪 一般体验下来相信你也不难看出 网购所谓的专柜验货 不过是一种无法兑现的营销策略而已 对于这种情况 消费者该如何在网络购物时鉴别呢 工商局的执法人员表示 最直接的破解方法就是看价格 这是消费者辨别真假最重要的指标 如果网络售价明显低于专柜售价 那您可就得小心了 除此之外 您还要索要商品发票 如果所售商品是正品 网络卖家一般都可以提供单件货品的发票 或是批发商品的发票复印件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